进入周四呢 首先来关注一下 IMF最新称债务规模的膨胀 美元汇率升值 以及中国还有日本的经济状况的不及预期 给亚太地区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 尽管这仍可能是全球增长的最快的地区 另外日本则是公布了4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综合的数据意外的上升到了50.7 德国方面则是公布了3月份的制造业的订单的数量 环比的增幅是0.9% 法国是公布他们3月份的工业生产的数据 环比是下滑了0.3% 同心的法国还公布他们在3月份的对外的贸易的数据 那是滑落了4.6% 美国方面则是来聚焦一下本周的首次失业人数 那出现下降只有26.5万人是个好的消息 另外我们还在等待在美国时间下午3点 将要公布的消费者信用方面的信息 美元现在的走势依然是呈现的涨跌互件的局面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下降到了1.1271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5216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下降到了119.43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欧元对于日元的比价 现在下滑到了134.63 现在已经跌破了之前的牛市轨道的下限还在保持抛压 短线金可能会保持在压力线135.30之下 下一个目标是133.85 并有可能会滑落到133.10 比价如果能够保持在135.30之上的话 还是有望能够进一步的冲高 首先达到日中的高点136 并且能够上升到136.70 再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现在还是承压下滑的 黄金的价格下降到了每盎司1182.80美元 金价已经跌破了之前的支撑线的每盎司1185美元 以及之前的一个上升的轨道 相对强弱指标RSI 现在是进入了一个负面的轨道当中 如果金价持续维持在每盎司1193美元之下的话 可能会进一步的滑落到每盎司1177美元 甚至每盎司1169.50美元 如果金价能够反弹超过每盎司1193美元的话 就可能会上升到每盎司1200美元 甚至每盎司1207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下滑到了每盎司16.31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欢迎继续锁定 Trading三潮财经电视